疫情持续升温偏乡资源少 医疗量更是不足快塞世纪实名去购买 在平地面积最广的寿风乡 偏野地区要集只有两间 有人6点就来排队了 也有人撑着拐杖来排队 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买到了 不过还是很多人说他们都买不到 早上8点半开门 时间还没有到就排满了上百位民众要抢购快塞器 一天配额78剂半小时玩售 早上8点还不到就排满了超过上百位的民众抢购快塞器 4月28号实名制上路之后 直到今天还是不容易买到 他们6点半就有人在这里了 所以你每天都有来看 不是因为我每天走在那边要上班 很辛苦 对啊因为我上班没有办法知道我请假 先议员张怀文就指出 寿风乡是平地面积最大的 药局却只有两间 建议相关单位是否能够再多设几个点 解决民众买不到快塞器的问题 因为寿风乡是平地面积最大的一个象征 分布在各个角落 那像水莲啊 你在那些比较偏偏的地方 要在这两个地方排队 总是买不到这个塞器 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虽然天空下着雨仍然是涌入了许多偏乡居民前来购买 钥匙也说自己要买还必须请隔壁的邻居帮忙排队买 口罩之乱之后现在又来了一个快塞季之乱 排队的民众说买累普塞真的很累 也有民众撑着拐杖来买 这叫累普塞啊 他们说很累 很累 我们乡亲也反映说非常的严重的不足啊 有一些住在比较偏乡的我们的乡亲啊 那为了免于他们舟车的劳顿啊 我们也希望我们卫生局能够协助我们乡亲来反映给我们中央啊 然后让我们的乡亲啊 然后能够更便利的购买到我们的快塞剂 让他们能够赶快安心啊 度过这个疫情 因配额问题 每家店只有78组 除了是稍早健保系统当机 有许多民众也纷纷早起排队 也抱怨着应该让快塞市场自由化比较好 记者林杰双方箱采访报导